大家好,又是我Edison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套很受歡迎的美劇 就是Netflix的The Queen's Gambit 即是後翼戲兵的看法 我看完之後 因為很多人都說這套是靈腐平和神劇 但我看完後老實說 我自己也覺得它是未對於神那麼厲害 它是一個不錯的劇集 但我實在也覺得 近年這個神劇、神作這個詞 有些少用爛了 什麼都加上去 我心目中一些很厲害的 可以達到神級的一些作品 包括Gamophone的頭幾季 記住是頭幾季 不是最後幾個 或者是頭一兩季的Westworld 這些對我來說 就是在我心目中 可以達到神級的一本劇集 那這套劇 為什麼我覺得是未達到那個程度呢?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故事的聚術方面 是未達到那個級數的 我不是說它不好 只不過呢 可能它也是受到它的一套製索 因為它其實只有七集的一套短劇 所以它的速度是比較快 不可以有很深刻的講解 所以我覺得 亦都是這樣 令我會覺得它的故事 其實是蠻 predictable的 以下下來的內容 是會有大量的劇透 如果你未看過 或者你想看 現在就停一停 看完之後 再回來看我的講解 其實看這套劇集的時候 你已經很容易會知道 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譬如它一開始的伏筆 即是它的媽媽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首先 其實已經猜到它是自殺車禍死 而也知道它一定會在最後 說回這件事出來 這件事就是no secret 看完之後 你不會覺得有任何驚喜 另外一些所謂沒有驚喜的地方 譬如你一定會知道 這個小妹妹 她從小開始有濫虐的問題 開始有瘀疾的問題 而這件事 一定會導致她在將來 會因為她這些問題 或者私生活的不檢點 帶來一些重大的挫折 其實也是一個故事 就是她在巴黎對蘇聯奇王那一局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 令她無法正常發揮 例如落敗 所以這些情節 其實真的太容易猜到了 甚至到結尾 當她下車的時候 如何收尾呢? 其實我自己看的時候 也猜到她一定會走回去 跟那幫伯伯去捉棋 因為老實說 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這樣去完結 難道她一個女生 在莫斯科街頭流浪 拍著她的背影一邊走 這樣就完結嗎? 那不可能 一定是去捉棋那裡 所以整件事是對於我來說 太容易遇見到 是沒什麼驚喜的 另外我也看過其他網上的YouTuber 他們的分析 其中包括台灣的超粒方 我也很認同她的就是 故事呢 其實那些人物角色的動機 其實背後的支撐其實是不足夠的 譬如說她忽然之間 好像自甘墮落那樣 她不停地家裡一個人搪走 將自己滑到鬼五馬六 至少我說服不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雖然我明白 她是受過一些挫折 她媽媽也忽然之間不在 但是 整個故事的percent 是未能夠說服到我 她有這麼重大的轉變 甚至是說她去參加比賽 這是她人生唯一的目標 她都忽然之間可以放屁 又或者其他配角 譬如Jolene 她的出現 對於我來說 她真的為了出現而出現 前不出現 早不出現 就在那個位置出現 也很明顯就是 因為她要 情節上安排 她是一個救星 去拯救主角由她的低潮 去救她出來 這件事 我會覺得這件事太明顯 在著迫背後的動機 雖然 話雖如此 在故事上未必是最好 但是 這部劇有她成功的理由 其中一件事就是 細節上 包括她的拍攝角度 或是燈光 尤其是服裝方面 就算我不是懂時裝 但我看她的服裝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很多細微的東西 細緻的東西 可以欣賞 另外就是一個 提材比較特別 一個西洋棋 國際象棋 我想的確比較少有同類型的作品 而這裡也想分享一些 我看到朋友的討論 就是 有一個朋友在網上說 他將這部劇 和以前 麒麟王 日本漫畫 去對比 他就覺得 這部劇 為什麼不可以帶來 一個對西洋棋 或者國際象棋的熱潮 他對比當年 麒麟王的確是 引起了一些人去學圍棋 雖然我看過麒麟王的小時候 但我不是很深入地看 但依稀我的印象 就是麒麟王 他對整個日本職業的制度 乃至是他那些奇局的分析 其實都很深入 我覺得這個是很日本人的文化 一定會講得很仔細很清楚 所以在看麒麟王的時候 你一定會被他去 即是在圍棋知識上面 一定會有所認識 反觀這套美劇 我自己覺得 我認同蕭先生的說法 就是 即使你不認識西洋棋 對你欣賞 理解這套劇的故事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當然如果你認識 你會有另一番樂趣 例如說 劇名 The Queen's Gambit 其實是一個很遠古的開局的期法 而 女主角最終對蘇聯奇王 開局就是用了這個開局的方式 所以我想也是因為這樣 就拿了他來做這個劇名 但就算我完全不認識這些 我也是會知道 理解到整個故事 是想說些什麼 例如說 去到最後 當那個奇局暫停了之後 主角的朋友就跟他商量 有什麼可能性呢? 對方會怎樣抓呢? 你應該怎樣拆解呢? 我不需要知道其實那些內容是怎樣 我只要知道 去到最後 他忽然之間 對方出了一著 是完全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一著 突然卡在這裏 怎麼辦呢? 有個難關在這裏 我需要知道 就是這麼多就可以了 不需要理解到他的那本《奇》 究竟內容去脈是怎樣 是不需要知道的 但是我覺得最最最重要 令這套劇 能夠這麼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很明顯 跟這個現在女權主義的一個風潮 是很迎合到 無依無靠的孤兒 但是可以在一個男性主導的 象棋世界裏面 可以慢慢慢慢不停擊敗他們 就是literally擊敗了男人 而攤上最高峰的 另外比較特別的就是 就是當感情方面 雖然其實整套劇 他對感情的描述是很弱 不單是愛情上 甚至是親情 我到現在其實都不太肯定 他跟他繼母的感情 其實是有多深 是真的當是一個母女般的感情 只是一個朋友之間的感情 只是很大多數是建基於一個 互惠互理的情況 的一個關係 其實我不清楚 但是去到男女的關係 他也是很… 我覺得我形容是 在現在 就算在其他主流影視的作品裡面 都比較少見 就是他 他真的好像對男人的興趣 只是在性方面而已 不是有很大的感情的投放 譬如他和 Harry 搞完事之後 他就自己在看書 搞到男的就很尷尬 究竟是否 他應該今晚睡在你床上 只要我回房間睡 他就… 隨便你吧 所以這個形象 是很… 很少見的 我不敢用顛覆去形容 但小見呢 就是…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形容 所以… 對於我來說 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